啊开始我开始之前的话 这是我以前写的对计算机专业的一件事 小文章嘛 原创啊 所以不是吹牛 我不是操嘞 也不是发唠唠吧 看看我以前的观点 可能我现在的观点跟这个有点不一样 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国家的话 计算机专业的话 应该说的话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新的专业 因为计算机这个学科的话 本身就是说 这个我就不是很了解了 感觉应该是美国先发 弄起来的吧 美国弄起来以后 可能就出现了计算机学科 就是主要是对这个欧洲不了解 到底是计算机学科 是先出现在美国 还是先出现在欧洲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先出现在美国 那么 这个专业的话就是说 课程设置的话 一般来说 还是模仿国外的 这个的话也情有可原 对不对 同行嘛 同行的话 互相交流 互相交流的话 就是说人家的话 已经有了 叫什么 已经有了这个 人家国外的大学 已经有计算机专业 已经在开一些课程 那么肯定是去模仿他们 那么现在但是问题是 国情还稍微还是有点不一样 就是说他操作系统的话 微软公司做操作系统 英特尔公司做CPU 这我以前 欧雷克公司的话做数据库 Cisco公司做路由器 国外就是说他这些大公司的话 在做相应的产品 那么呢 他这个课程 比如说他操作系统原理 那么就是对应的操作系统 计算机组成原理 对应CPU 如果是对应的话 当然有可能不是 因为我的话也是冬铁皮毛 数据库原理的话 对应数据库系统 计算机网络如果对应 如果是这样对应的话 那么你这个学生的话 应该说学了以后有用武之地 你毕业以后的话 理论上是可以进这些大公司 但你如果学的不好 可能大公司也不会让你 但是就是说国外有个特点 他这个大学和公司 这个联系比较紧密 这个大家都知道 比尔盖茨的话 在读大学的时候的话 就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创业了 现在中国的话还是 当然中国也有厉害的大学生 在大学之间就创业 中国的大学生 大部分毕业后还找不到工作 那么就是刚毕业的话 能够成立公司已经很厉害 他这个比尔盖茨 毕业都还没毕业 就已经成立公司 就是说明他这个大学 和公司联系紧密 也就是学生这个实践机会 比较多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国情不一样 因为中国的话 这个所谓这个学生 这个实践活动的话 好像几乎是没有 大部分人的话 还是停留在高中时候 那种考证 高中时候的高考 大学时候可能 可能那个就是什么 高考这样的集中性考试没有 但是学生的话 忙于各种考证 考最起码首先你要去英语四六级的话 这个证数就压在你头上 那你再去考一些别的证 那么有些学生的话 当然这个我不是说只喜欢学专业的人 这个可能跟中国人喜欢当官有关系 有些学生的话 在学生会里的话实践 学生会他现在也叫实践 什么组织部了什么东西 我没有说他们坏话的意思 但这个跟专业没关系 对不对 你计算机专业的话 本身的话 应该说是直接跟电脑打交道 这个不是跟人打交道 那么现在的话 有个现象就是说 不是所说他们坏话 这个是事实 就是很多大学的计算机老师的话 并不是学生的专业 这个也没办法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的话 比如说一个老师的话 大学里面一个老师 他如果是五十多岁的话 那么他在他年轻的时候的话 有可能的话 就是说这个电脑有可能 有没有搞出来 还是说不定 所以搞可能搞出来 搞出来的东西 那个时候东西 应该是比较落伍的东西 是不是 那么你 当然他如果好学的话 他可以活到了学到了 就是说他五六十岁的话 他一直跟踪这个最先进技术 他还是 但是问题是人有惰性 对不对 他这个老师作为一种职业来说的话 有些老师他 他可能就升上去以后 比如说职称他升到教授以后 他有些就不学习 这个也是真的 我跟你说 不是说 不是我说他们坏话 他就不学习 他因为他可以凭着这个资历混 这个跟在公司不一样 公司的话 你没法凭资历混 对不对 你当然你说 你可以凭产品混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好产品 那么用户来买我 但是你这个产品要更新 对不对 你像现在我们用的软件的话 动不动过一段时间 就要更新一个新版本 你不更新的话 那别的公司也会超过你 这个就是说 他就是说 他们他年轻时候 学的那些东西的话 比较旧 但是他现在 他有可能不学了以后 所以说他的思想当中 还是一些旧的东西 然后的话 有些人是 他是学数学的 其实我感觉的话 有一个误区 就是说 他有多人以为 就是说数学学得好的话 计算机一定会好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还是有点区别的 因为你数学的话 你是 数学也有编程吧 但是数学里面的话 他现在 他这个里面的编程 可能用的语言 不需要用什么诗语言 他可能用Fortune 或者是用一些数学软件 Metalab什么的话 再编程 数学他主要不是叫你编程 对不对 数学的话 他主要是 其实从数学这个角度来说 他是要去什么 也不是做题目 对不对 我们以前以利为 其实数学的话 也他是要去发泄一些 就是定时一些功 定时定理 数学上面叫做定理 那么物理学上叫做定律 他是要去弄一些 就是说 就是简单说 就是你搞几个公司出来 你就可以成为数学家了 对不对 你只要说句难听话的话 你比如说你什么 比如说你证明了一个什么东西 这跟编程的话 当然你 有点关系 就是说因为编程里面要用到一些数学 但是不是说我数学好的话 我就一定会编程 那现在的话 因为大家有误解 就是说以为我 就是说数学好的人的话 计算机也好 所以说的话 他有些计算机老师 以前是学数学的 那么他就学校 比如说这个计算机 是新成立一个系 他不够 那么这就把学数学的人 弄过去 让他去当计算机 那这里我写的 我也没有说他们坏话 学校为了发展需要 就是说你学校向教育厅 或者教育部申报 一个新专业史 需要有相应的师资力量 直白的说 就是要有高指成的老师 那么一个比较新的专业的话 毕业的学生年龄大的不多 不是大的不大 大的不多 那么就把一些高指成的数学老师 因为数学这个专业早就有了 对不对 数学的话 你从华罗根的时候的话 我们中国的数学就很厉害 简单来说 就是说国民党的时候的数学就很厉害 调到计算机来 那么这是 第二句话 就是有些计算机老师 他的确是学计算机专业 但是他没有在公司认过职 没有这个 就是说在电脑公司干过 那么他这样的话 他对这些课程到底如何用 也很困惑 他就是说他只是照本宣科 就是书上怎么讲 他就讲 这我放弃第二点原因 那么第三点原因的话 我说这个大学和公司处于脱节状态 当然现在有所谓的公学结合 但是他所谓的公学结合 只不过去公司参观一下 而且这个参观的话 也不是学生主动去找公司联系 而是学校组织好的 比如说我派一个校车过去弄个公交车 拉了一批学生去去参观几天对不对 参观那么就是说公学结合 那么就是说导致这个编程经验不足 那么所谓这个编程经验的话 他都是客户做了些题目 这个学校里面肯定要做题考试 但是这些编程经验的话 到了这个公司里面可能是作用不大 那么现在就是说有些人的话 觉得就是说你搞软件 那么我们不好搞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去学掉应用软件 这也是有些人的一个物体 就是以为我学智商机的人的话 我只要会去Footoshop 我不是说你会Footoshop找不到工作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里我讲的 你去搞这种东西的话 就是说别的专业 他不一定是学智商机专业 他只要对智商机有兴趣 自学的话 他就完全可以做出 和一些什么财务软件图书 教务系统他也可以做出 对不对 他只是因为就是 就是与数据库有关的 应用软件是供大于求了 已经太多了 那么这是第二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就是搞点简单的 就是说既然这个系统软件和硬件 太难搞的话 我能不能去搞点应用软件 就是数据库有关的 软件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也不是说完全简单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总体来说的话 你只要有充分的 就是实践经验的话 就不停的弄的话 仔细点 外加的话 就是还是可以能胜 然后第三个方向就是索性不学编程 比如说你去学Footoshop 现在可能已经不是Flash的流行了 未然因为也出来了一个东西 就是类似Flash 我这个还是老的思想 就是Dreamweaver Flash 这些东西的话 但是问题是这些东西的话 你小的时候 你如果是读过什么美术班的话 可能好一点 你如果小的时候 比如说你是美工方面有基础 学过一些美术 那你再去学这些的话 你能做出来 你如果没有美工方面技术的话 你直接你只是会电脑 简单的点一些菜单的话 你是做不出这些好的产品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如果使用这些软件的话 你的这个薪水的话 应该说还是比不上软件工资 那么你如果去学这些技术 那么就相当于学了一种普通技术 那么你当初的话 就是你读计算机器 你怀抱的是一个高科技公司 一个高兴的一个眉目 你就可能破灭 这是我开玩笑 然后最后我讲就是 为什么书店里有那么多计算技术 其他专业的书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原因 恐怕是很多计算机毕业的学生去写书 因为你这个做软件的话 不一定能卖得出去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你写书的话销量不高 但卖出去也是有收入的 所以说的话 这个学生产生一个困惑 就是有些人他计算机专业学生 他不是不爱学 他也爱学的 读了那么多书 依然进不了电脑公司 答案很简单 就是写书的那些人 自己当初也没能接电脑公司 或者是少部分作者进来 我现在已经退役 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 在电脑这个行业 退役以后的话 你这个水平的话 会迅速下降 这个跟你当医生不一样 比如说有些医生的话 他说我以前是医生 我现在退役几年 我不当医生 我去干别的行业 我过几年 我学的这个医术 特别是中医 我是不会落伍 但是你如果搞软件编程的话 你如果五年不干这个行业 你肯定马上就落伍了 然后你这些落伍的人的话 他去传授一些东西的话 已经没用了 而且的话软件公司的话 他还会员工签订一个原代码保密协力 这个大家都知道 原代码保密 也就是说你如果从我公司退役以后的话 你不得把你曾经写过的原代码 就是说公布出来 一般来说都要签这个原代码保密协力 那么所以说这些人作者写书的话 也不说这些人没水平 他里面书里面用的代码的话 只是一些语法性的 或者简单的功能性的代码 不能够直接用来学做双叶产品 这就是我写的篇文章吧 先暂时停掉吧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讲那个